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真正的天明 轻托 你嗓子哑了根本就不是意外了 是我在你的饭里下读 谁让你的嗓音条件这么好 写歌又这么厉害 如果不是让你哑了 怎么会心甘情愿的为我写歌 现在我已经成为了红遍大街小巷的天后 而你自然什么也不是 上一世 你手段容紧将我毒眼推我下楼 出国一世 我必将拿回一切属于我的豆腐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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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女士 我被击羬毒羊鸆不自知 反而死成乱打 不愿意很隐婚 不落得被你推向楼的想场 这一世 我不会再这么磋了 请多 我有事儿想跟你说 pH 께서她了 这婚 我 trapped 不悄 你们不能离婚 萧美嫣 你怎么来了 雪儿 你是不是疯了 这些年 秦托她日以继夜 颠倒黑白 含辛如苦 隐居幕后为你创作 你们怎么能离婚呢 日以继夜 颠倒黑白 那些手稿 就是她日以继夜的后果 神雪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秦托她写的歌非常优秀 你为出名只差时间和机遇了 萧美妍 你要是这么看好秦托 你怎么不跟她在一起啊 雪儿 你在说什么 秦托她是你的丈夫 而且 你们有这么多年的感情啊 感情 感情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用的东西 要想成为当红明星 要想成为文于天后 靠的是实力 靠的是背景 靠的是背后的金主 是吧 是 只会写歌 一辈子永远都录录 仙女入樊城 众星敏海底 我调的 是众星捧月 是大红大泽 是天上的星星 是全国爆红 名垂千古 是在万人的演唱会上 能受到万人的景仰名流改逝 是你这些拓格 永远给不到的未来 石雪你 你什么你 美妍 不必权了 今天这婚 我离定了 石雪我告诉你 众星捧月会有 鸟巢眼神会会有 万众竹墨会有 民阵歌坛也会有 但 从今往后 能走在红地板上的人 一定不是你 秦拓 秋平米 你以为携几手 否则就能出名吗 秦拓 从今日起 你我恩断义绝 和你离婚 将会是我这辈子 做过最好的选择 感谢你如此爽快 送明日之星 直灯九霄 奉飞于天 今天晚上八点 天王巨星选拔赛 我会让你看清楚 跟我之间的差距 我会让你看清楚 跟你在一起 我到底受了多少委屈 我会让你看清楚 离开你 是我最正确的选择 那我也不让你看清楚 没了我的哥 你 什么也不是 就凭你 秦拓 我倒要看看 一个靠写歌 连生活费都赚不够的男人 到底能优秀到什么地理 你要是个男人 今天晚上八点 你也可以来试试 不过 你的嗓音 未必还能唱得出歌来 秦拓 雪儿她就是气糊涂了 最近天王巨星选拔赛 她压力太大了 要不 等她继续了 我再跟她好好说说 不用等 这天王巨星比赛 我会去 秦拓 你别装了好了 这种比赛 根本就不是你能评论的 也更不是你能参与的 是吗 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我不仅仅会参加 而且是受邀 我只希望 比赛结束以后 你神学 不会跪下求我和好 哈哈哈哈 让我跪下来求你 秦拓 你真把自己当个东西了 唱歌的基础条件 起码是要能发得出声音吧 这无能费 喝了我的鸡汤 马上就要成为哑巴了 还不自知呢 那我们总是瞧 就凭你 真以为自己是蒙面歌王 你不是 你不过是被我弃之如履的窝囊废 这被你 都不可能抬起头来 我等你 秦拓 此时雪儿她就是一时冲动 要不等她 美颜 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当然愿意 只是 你和雪儿 那么多年的诊词接触 我内心严的感情 就全能为了够 美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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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蓝颜 救命啊 蓝颜 蓝颜 美颜 上一世的我 没有看清升学的本质 还害死了你 这一世 我发誓我一定不会辜负你 我当牛做马来照顾你 好吗 上一世 秦拓 你在说什么 没什么 美颜 你相信我吗 我肯定相信你 上学的时候 我就相信你 以你的才华 肯定会有前途的 都是神学 她没有眼光 对了秦拓 我同学的男朋友 刚好是国内娱乐 龙头企业 凤凰鸡团的高管 我这就去联系她 不用 我有自己的办法 秦先生 您真的不再考虑考虑了 我相信 您有我凤凰娱乐的支持 一定会成为圈内 金牌一个人 不好意思啊 李总 我曾发过誓 只会为我老婆鞋鸽 我还没有完成她 成为国于天后的梦游家 可能要让您失望 那还真是可惜了 不过秦先生 您有朝一日 改变主意的话 随时联系我 这一时 我一定要把我失去的 全部躲回来 李总 凤凰集团 曾有很多年 没有出现过现象级的 天王军星落 现在收入也很不理想 如果这次 凤凰集团再培养不出 英明天王军星 恐怕会落落 那位给神学写歌的秦先生 还没有跟我们联系吗 他的歌我听过 非常的好 真是可惜 神学根本没有 那个实力唱会 只要秦先生签约 我们凤凰一路 他一定会是 下一位天王军星 可是他 似乎不愿意加入 任何公司 真是可惜 李总 是秦拓秦先生 发了个邮件 里面还有一首歌 快给我听听 真是神学 我从来没听过 这么好听的歌 我就知道 这个秦拓 他一定会是 未来的天王巨星 这么说 我们凤凰娱乐 有救了 他发来的邮件里面 有没有说什么 其他的东西 只要他愿意签约 提什么条件 我们都答应 秦先生发的邮件 没有其他那种 就只有一首歌 他这一定是 在等我们提条件 给他打电话 现在就打 秦先生 你好 我是凤凰娱乐的李倩 我们之前见过面 我知道 秦先生 请您一定要签约 我们凤凰集团 凭借这首歌 您一定能成为 下一位天王巨星的 我会与凤凰集团签约 我会出现的天王巨星 选拔三十年 我在那儿等你 故事不后 李总 这个人 是不是有点太狂了 立刻被揭 我要亲自去现场 签下这位歌坛 未来的天王巨星 通知所有媒体赶往现场 他们将见证 下一位天王巨星的人生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也不停留 哇塞 你可是蒙面歌王 声音如此动听 但你今天 他唱了三千多首歌 非一首歌都载入了音谈 哇塞 太棒了 好 我会以蒙面歌王的身份 去做天王巨星的嘉宾 你 你又在干什么 你又不能被 你竟然还敢打倒 我已经找上回来了 出队还能想着 你想找死 那我成全 再敢对我动手动脚 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你没事吧 你 今天我来这儿 就是为了拿回我的东西 拿东西 你休想 我女儿已经和你离婚了 这房子里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女儿 你什么也没想拿走 我告诉你 我只拿回我的原稿 其他的 全葬我施舍给你们 施舍 施舍 我配 你好大的口气 我和你家 需要你这个废物来施舍吗 至于你说的那些原稿 是这些吗 我凭什么要给你 这些都是秦过的 秦学 使你们还不处 给我封嘴 妈 这些 全部都是垃圾 你以为我会稀罕吗 性情 我告诉你 雪儿 早就应该跟你这个废物离婚了 张总 还是我雪儿 最好的归宿 就连给她提鞋 都不配 有张总的力吧 我姐选拔赛肯定会大同大子 而你依旧是那个废物 是吗 可结果恰恰想法 我会成为国语天王 而沈雪儿 你这个机会 哈哈哈哈 你怕不是脑子烧坏 怎么能说出来 如此瘦 老朋友啊 我看呀 你还是好好想想 怎么救救你的嗓子吧 万一明天成了哑巴 那你想当天王的美梦 可就要泡汤了呢 原来 给金锋下毒的事情 你们一家人都是辣的 后面还都是辣的 还真是够合同的 这就不让你们操心了 现在把我的原件还给我 我马上走 给你 给你 现在拿好你这些破了 更坏蛋 你们这样也太过分了 没事 我会向你们证明 没有我 人死什么也不是 到现在还在做梦 你是真可 距离天王巨星 选拔赛还有七个小时 你不是想证明自己吗 选拔赛 你敢来吗 我会选 但结果可能会让你们失望 因为这次选拔赛的主角 是我 姐 今天这么多问题都在 你一定能放我 站上 各位老师好 我叫沈雪 是一个心里怀揣着音乐梦想 心地单纯善良的女孩 不 张总 雪儿没问题吧 当然 沈雪的声音条件本就不错 再加上 我早就将资料送给凤凰局 这次的第一名 必定是她 这次第一名的奖务 可不解释 难道 若直接出专辑 不 是能和最近抱负的蒙面歌王 同台成 我姐能和蒙面天王同台演出 那以后必定是天后级别的人物 雪儿姐 你发达了 我不要忘了我没有 我们跟雪儿姐是什么关系 她怎么会不提醒我们这些姐妹呢 张总 看看您 真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决定 快抱既然无边逗留 可不在离开的时候 一边享受 一边泪流 十年之前 我会是你继续不属于我 你还是一样 你来说我生人 快快不错 怎么能啊 这声音怎么异啊 你记着吗 我已经火掉了 看这废数 全都该涨 快到第一了 不不第一了 这个废物还真敢来啊 还带着那个姓肖的回忆 终于赶上了 你还真敢来啊 我以为你说这玩玩呢 可能是这个废物 也想看看我女儿是怎么红起来的吧 就怕她的小心脏承受不了 毕竟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家媒体 毕竟她这辈子都没见过吧 你看看 我女儿现在可是第一名 这天王巨星比赛你们能来 我为什么不能 琴拓你没 假 假 我为什么会 难道说沈小姐对我做了什么 没有实现吗 怎么会 她明天喝了我的鸡汤 没什么 我的意思是 这里是天王巨星的选拔赛 来这里的美名人 要不就是声音条件优秀 要不就是创作条件好 你来 没用 还有一些 是背景深 没有唱功 靠身体上位的 比如 你 你有梦想 我可以理解 毕竟这么些年 你给我写了这么多唱歌 但你那些歌 真的很一般 那有没有可能 是你神学唱得根本不好 我唱得不好 琴拓 今天居然让你见识见识 我的实力 笑 敢说我姐唱过 我姐可是校园十家歌手 第十名 可我怎么记得 当年我们参加校园比赛 总共有十个选择 而你的参赛资格 是歌腕 从教导主任那要的保重资格 你在胡说什么 各位老师 这里可是天王巨星的选拔赛 我绝对不允许有人在这耽误天王巨星的选拔 滚下来 凭什么 琴拓也参加了天王巨星的选拔赛 报名有什么用 今天来参赛的要么是音乐学 要么是小有名气的歌手 那琴拓就知道 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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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了吗琴拓 这个舞台不适合你 滚出去 我不会下去 今天这歌唱定了 唱 你倒是问问台下的人 愿不愿意听啊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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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应该唱不出来什么好词 舞台是公平的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有的人从上台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会成为明日之星 而有的人从上台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是笑话 你说的没错 舞台是公平的 观众的眼光是雪亮的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看看 你这所谓的第一名 是如何被我碾压的 情兔 不要在这里不止死活 现在第二名的票 才七万多票 而我第一名 现在有八万五千多票 像你这个杀猪般的反应 连榜前一百都进不去吧 用什么赢我 用什么 用一首歌 用上辈子我把你捧成天后的一首歌 用未来十年 整个乐团最震撼的一首歌 情兔 你都还没有成名 就已经得了妄想症了吗 你说 你的歌震撼了乐团 我看是你脑子里的肿瘤震撼了乐团吧 你还是快唱吧 我都已经迫不及待 想听听你唱的到底有多难听了 快唱吧 唱啊 怎么不敢唱了 我唱了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 resolution 你对自由地向往 坐 航少 自 Massachusetts 尤其achten 尤其 sant 十 preguntas 救揣 他好 尤其人太优秀了 这可写得太好了 你们宣传 已经躲扬世界 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地址 我有欲赶 芹春哥 也一定要会放火 现在新人都这么强了嘛 咱们这次老不断 恐怕失业了 失业了 神学不是说 这人是洛光飞吗 他这次看走眼了 青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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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觉醒 我这是见到一个星星觉醒啊 怪不得他的口气那么大 原来是真的有金刚钻 看来他真的要成为天王巨星了 青拓 我就知道你可以的 他怎么 能谁帅这么有水平的歌啊 他前段什么时候这么有本事了 这么多人喜欢 这次怪你又肯定是他了呀 青拓 你一定会得高分的 这次的关键一定是你 青拓 你算是高兴得你得太早了啊 对 这次比赛 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可不是评委 而是观众投票 虽然评委看好你 但是观众不投票不买账 一样完蛋 神学 我能亲自送你做天后 也能将你拉下 自己成为天王 是吗 那你又怎么知道 观众不会给我投票呢 在后时 《蓝莲花》一经推出 立刻被广大歌迷观众 更为神作 观众投票的话 我赢得更快 我跟你朝夕相处了这么久 你几斤几两 我心里是一清二楚 就你那点水平 还想让观众给你买票 没把你赶出去都算你幸运 时局 青拓的歌 我很喜欢 他一定会投高票的 你喜欢 你算老几啊 这老子说了算 你喜欢 你喜欢就能换来投票吗 以他的水平 就算能超过一百票 那都算烧高香了 让我们再次鼓掌 感谢秦拓 为我们的演唱 现在 请拿起手中的投票器 开始投票 既然你们这么有信心 那我希望一会儿结果出来 我拿了冠军以后 你们不会演红 演红 演红 演红什么呀 演红你是个废物 演红你拿不到一百票 秦拓 我看你脑子是有病 秦拓 我知道你想证明自己 但证明自己的前提是 你得有实力 你有吗 秦拓他当然有 俏话 他凭什么有啊 他要是有实力早就出名了 还会像废物一样待在家里 可我讲的偏样 看他唯一的实力 就是骗女人 笑不然 你怎么被他骗到手 还不自知 只可惜啊 这里是歌手比赛 他的歪猛邪道拍不上用场 没错 今天秦拓的下场只有一个 那就是黯然离场 秦拓啊 我劝你还是赶紧退出比赛资格 赶紧滚吧 免得到时候票数一出来啊 丢人现眼 神雪啊神雪 你越是怕我留在这儿 我越要在这儿跟你比下去啊 哈哈哈哈 谁怕你留在这儿了 秦拓 你现在是不是还搞不清楚状况啊 我这是在为你好 而且我现在有张作的支持 我的实力又远远超过你 我为什么要怕你 秦拓 你啊 就别再虚张声势了 没用了 明白吗你啊 虚张声势的是你们还是我 马上就能知道了 各位观众朋友 投票已经完成 请看大屏幕 怎么会这样 这投票怎么这么多啊 观众投票都这么高 这个情组还是有些水 亚俗故障 那这是啊 冠军 这不是冠军谁能当冠军 喂 喂老板 第一个准备明天的投板投票 明天要处理超级新人 才一定会是明天的焦点呢 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这么多票 姐 这小子观众投票太高了 那当然是人家秦拓 歌唱得好 词也写得好了 秦拓 你以后一定会火的 到时候 你别忘了我们这些小透明啊 秦拓一看就是要火的命 不像我们 要唱功没唱功 要创作没创作 一辈子都要当没人气的小歌手 秦拓 你赢了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是冠军的 我相信你一定行 没有 秦拓 有事吗 我刚才都在跟你开玩笑 其实以前我对你就非常的满意 所以 你能不能看在这么多年的梦上 给雪儿一写首歌 让雪儿一火一把他 是 是 你看这么长时间的感情来说断 也不是能轻易能断的 你 你让我姐火了 对你不也有好处吗 不是 写一首歌对我来说 确实不所谨慎 但 他这种厚色 不配 不配 是你 因为你的票 到哪里 第一 张爱 你要干什么 林拓 你别太嚣张了 我劝你最好乖乖听话 不然 我有事办法整整 这是天王比赛现场 不是你家 你还真没搞懂 这儿啊 还真是我家 我现在给你一分钟的考虑时间 一分钟之内 你给我跪下 然后从这里爬出去 我呢 可以考虑考虑 让你体面的保留你现在的工作 那我要是说不 不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 哪个爆火的一人背后不是公司一手的控制 你当真还以为你能自己控制 这球 我自己得来的分数 我凭什么让出去 张总 既然他给脸不要 那我就别对他客气了 帮我整他 往私里整 以后 你让我做什么 都知道 秦拓的数据统计有问题 给我往下跳 秦拓 张总已经给过你机会 但是你不珍惜 现在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只要有我在 今天的比赛 你拿不到冠军 下次比赛 你还是拿不到冠军 这辈子 你都不可能拿到冠军 更别想活起来 怎么回事 秦拓的票子掉了 我捏头了 掉了 掉了 第三 第十 掉就千万万万了 平时不能进一期 就连让人记住名字 谁还动着呢 秦拓 看到了吗 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这个舞台 不适合你 秦拓 这就是你的本事啊 最后一名 哎呦 废物就是废物 不给我女儿写过 你也别想活起来 原来这就是你们的本事啊 滚下台势 滚 要我请你走 还是你自己走 秦拓 最后一名啊 我要是你我都没脸说话 而你呢 还要站在这里大烟不惭 好好睁大你的狗眼 看看你现在的热肚子 在最低点 这才是你的人生位置 明白吗你 啊 刚刚给你脸 你偏偏不要 现在好了 看你还怎么张狂 秦拓 看到了吗 你的实力啊 不顾如此 像今天这样的场合 也没有你的容身之处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会给我滚出去 没有 快滚 明明是你们暗箱操作 你们 我屎 对 我们就是暗箱操作 你能把我们怎么样 你给我等着 秦拓 你更应该回归现实 别做你的明星梦了 赶紧滚回你的乡下养猪去吧 姐 姐 姐你快看出事吧 我去啊 我去啊 这又冒出来了 比刚才是动还不合格 难道 连红雨漏都压不出手歌的热度 这太疯狂了 我投的票终于有用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别着急 我先问问什么情况 这什么情况 这到底什么情况 我不是让你们打压吗 他怎么还能出现 我们已经打压了 但这手歌还要冲起来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能之前人太多了 他就给我打压二十倍 那我已经让人再逃走了 但是 这事实完全控制不住啊 那就五十倍一百倍 一定要活压下去 不好啊张总 控制是被一个女人打压了 短时间内解决不了这个导播事故 情统的分数 会复现场了 神雪 你刚才不是想让我给你写一首歌吗 我实话告诉你 我刚刚唱的那首歌 原本就是写给你的 并且能奠定你天后的技术科系 被你亲手毁掉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事实就摆在眼前 你改变不了 我今天就要改变 我绝对不会让你这个废物 站起来的 你慌什么 我已经在想办法了 你也赶紧想办法 一定不能上这小子的冠军 我想到办法了 这首歌 这首歌是我的 所以观众不能给他投票 你们看我干什么 这首歌就是秦拓抄我的 所以我自然不能让他得票 对对对 这首歌是秦拓抄袭神雪的 所以他不被得到你们这么高的人气 更不配得到你们的投票 这首歌是抄你的 你确定 神雪 在乐坛抄袭可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指控 能让一个歌手从此身败名裂 永无翻身之日 你有证据吗 妈 我那些手稿呢 赶快给我拿过来 然后再再再再再 这些原稿都在我这儿 这就是铁账 清拓 没想到吧 你给我写的所有歌都在这儿 撕的是复印镜啊 原稿居然在你手里 那这首歌 还真是吵的 我本以为 又一个心情然然生起 没想到 清安是个超级 也不能这么说 咱们不是还有一个乐坛心情吗 对对对 既然这首歌的原创是神雪 那这次的冠军 应该也跟神雪相比 神雪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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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雪 大家都听我说 这首歌 原本就是秦拓的 是神雪她撒谎 江美妍 你凭什么说我撒谎 铁针都在这里 你凭什么这么说 这些明明都是秦拓的 你说是秦拓的 你有证据吗 空口无凭 还敢说是秦拓的 真不愧是秦拓的女人 真是一丘之合 谁告诉你 我没有证据 那你倒是拿出证据来 让观众朋友们看看吧 你的证据 不愧就是你的嘴吧 哈哈哈哈 我手上铁针如山 你手上空空如也 你还有什么资格 在这花花景的 还不愧给我滚出去 这次的舞 还是留给各位歌手 公平竞争的 为了给蒙面歌王挑选队 你这种抄袭狗的出去 简直侮辱了舞台 侮辱了蒙面歌王 你没资格战略这里 滚 秦拓就是抄袭狗 抄袭狗就该死了 抄袭狗 凤凰娱乐的总裁李倩李总吧 凤凰娱乐是全国最大的娱乐公司 人家李总更是李家千金身价 不知道几百亿 就为了你退一个电话 眼巴巴蛋 快要给你送什么所谓的正主席 该不会是经受不了打尽脑子 听成市场的吧 秦拓 要不我们先走吧 歌唱比赛那么多 我相信以你的实力 一定会出头的 梅言我想出头 一入反尘 但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我不允许被别人偷走 秦拓 你这个抄袭狗怎么死到林桃 还是一点悔改之心都没有 姐 人非圣贤熟能无过 但是 像你明知道自己犯错了 却还不加悔改 那就没办法原谅了 依我看 把你赶出今天这个比赛 那是轻饶你 姐夫 还是动用您的资源 把他给封杀了 封杀 好注意 本来对一个歌手而言啊 最重要的就是诚心 要是就这么放过你的 的确是对其他的歌手不公平 既然如此 那我今天就代表我张家的 宏语娱乐 向整个娱乐圈提议 永久封杀秦拓 对 永久不能唱歌 永久封杀 凤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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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参加水了 凤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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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千万不能留情 否则毁掉的可不只是今天的比赛 而是整个娱乐圈 为了娱乐圈的未来 你应该跟我们联手一起 封杀秦拓 放肆 你们说秦拓是抄袭狗 我看真正的抄袭狗 是你 李总 这是怎么回事 这首歌它明明就是我唱的 这原稿都在这儿呢 你怎么不分青红造白就打我呢 是不是秦拓 让你误会我了 是啊 李总 原稿就是证据 你肯定让秦敦给骗了 这也不怪你 肯定是这个秦敦 我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秦敦 你抄袭眼就罢了 竟然还敢倒打一把 忽辱神学的名声 我告诉你 你这叫造谣 你这叫诽谤 我现在就可以请医师起诉你 让你坐牢 对对对 就让这个王八蛋坐牢 敢污蔑我女儿 摔死 原来腿帮别人 您是需要坐牢的 那看来 你们全都要进去 您说八道什么 造谣的是你 给我劳务也指的是谁之一 李总 就算你是凤凰娱乐的存在 背景不凡 也不能这样空口无凭 污蔑我们人吧 李总 我手上可是有铁证的证明 秦拓抄袭我的 您可别被他给骗了 神学 你是不是以为 你拿了我的手稿 你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了 不 不然呢 难道观众不相信 我手中的证据 而是相信两手疯疯的你 我不是两手疯疯 李总 辛苦了 李总 你被这小子给骗了 你怎么看见我 否则到时候对 还有凤凰娱乐都不好 李总 你可千万不能相信他 你一定要相信证据 我相信的就是证据 各位 对 这种图件是秦拓版 内容上面的版权登记 比原稿的时间要死 现在你们说 谁是原刀 谁又是抄袭 看来这首歌 真的是秦拓的原刀 这种话神取断实 秦拓 简直就是天降奇才呀 恐怕 只有蒙面哥王 骨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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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张总就是要帮这个抄袭狗吗 难道说 这红语娱乐 也像张总一样 会帮着一个抄袭狗吗 你 你别胡说八道 弩灭我们红语娱乐的名声 我只是觉着这首歌的重点 不是抄袭 而是神取和你以前是夫妻 你秦拓的成本 自然有秦拓的 对对对 我们以前是夫妻 所以秦拓创作的歌曲 必须有我的一半 就算秦拓不是抄袭 这首歌也不属于他 就算违规 所以这首歌 在没有我们两个人的筒子下 谁都不许唱 你们还要脸吗 李总 这不是要不要脸的问题 这是个人财产 神圣不容轻散 说得对 他秦拓 凭什么拿着属于两个人歌 给他一个人谋福利啊 这不公平 所以我建议 平稳继续取消秦拓的比赛成绩 你们 你们的意思是 我现在重新唱一首和他比一次 让观众重新投票 那这第一名 就重新属于我了是吗 到底是这样的工作 不过你的歌 恐怕没那么容易 得到观众的投票 当初没有我 你能写好这首歌吗 现在我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 你竟然还想唱这么一首受欢迎的新歌 你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是不是白日做梦 我们用歌举枪 秦拓 你别冲动 李总 相信我 相信你 相信你就上去唱儿歌吗 像《蓝莲花》这种叫好又叫做的歌 一个歌手 一辈子能做出一首就已经很厉害了 你难道还想做出第二首 姐 当初她能写出蓝莲花全靠你执行 现在她没了 你肯定不是要自己鸡筋鸡脸 你就别拦着她 让她上去 让她在大家面前出手 让大家伙看看这蓝莲花 到底属于谁 好 那我们拭目以待 好 好 好 各位 喂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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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耍这种手段 这 李总 刚才断电了 这也没办法 要不让她们俩比比乐器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她神学小提琴十几 这也没办法嘛 最近最快的抢修 恐怕也需要好几个小时呢 李总 就听她们的 用乐器 你可以吗 放心吧 秦拓 我承认我唱歌的天赋 的确是一般 但你跟我朝夕相处了那么久 你应该知道 论声音条件 我没有你留守 论乐器 不管是钢琴吉他还是管弦 我都刷你十条件 更别说 我是小提琴皇后 正是因为我知道 所以我才有恃无愧 天堂有路你走 地狱无门 你闯进来 各位老师 我要带来一首 技大调 我去 神学虽然唱歌艺 但这小提琴十几 果然不简单呀 在国内能拿到这个程度 你心乎也没什么人了 满分 必须满分 到你了 以我对你的了解 你对国外的乐器 一概不值 如果你刚刚不跟我比乐器的话 你还有赢的机会 现在 你彻彻底 因为我对国外的乐器 了如指掌 国外的乐器 就一定比国内的好吗 什么意思 乐器库在哪儿 给他拿乐器 不用拿东西 拿片门的 青拓 你拿什么和我比 怎么都是些不出名的乐器 电吉他还有钢琴 你们为什么不给他准备 李总 这些乐器 足矣 但是这些都是一些古典乐器 这些乐器 曾经也赏出整片大陆 我选 你 你确定用这个 没错 就是他 青拓 你脑子是不是傻了 他要用锁呢 和小提琴 技大调 那可是世界名曲 有的人和你比赛 就已经输了 你怎么知道 我一定会输呢 就你那破玩意儿 怎么跟高贵的小提琴相比 更何况 我谈的可是世界名曲 是技大调 我要表演的 就算是世界名曲在我面前 你得低头 哈哈哈哈哈哈 就你那破玩意儿 怎么跟技大调相比 怎么跟世界名曲相比 有看啊 他是公义 那丢人的吧 琴拓 要不然 你先考虑考虑 索纳本来会的人就少 这些年被西洋乐器冲击 基本上没人会 更不要说 是索纳的笔 更少 他怎么和技大调比 对啊 这还没笔 你请你几个数 不 还有一个能笔 你是说 那首 即将失传的曲子 你是说 那首象征的身份 曾经一旦吹响 就能让整个伦国大陆 都围着这样的曲子 难道 哇 他真贵 哇 说那一响 忘记不了 说那一响 白鸟威王 白鸟嘲讽 白鸟嘲讽 别走不着 千万别走不着 没上投票 一定没上投票 请拓 恭喜你 通过实力证明了自己 我看现在 还有谁敢说秦拓超级 还敢说这个蓝莲花 有他一半的功能 从刚才的表演可以看到 秦拓是绝对一流的音乐天才 神血 别给他提醒 都不配 现在 熟是熟悲 已经非常清楚了 超级狗就是这个神血 才倒打一盘 拔水脚 简直可无至极 这种人才怎么在赢了千万混 我建议全面封杀他 没错 像神血这样的女人 就该封杀 各位 我凤凰于乐 第一个封杀神血 请问有谁要联手吗 我们要联手 封杀神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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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 是你对我下毒决 还是你给我戴绿帽子决 轩血 我也不瞒你 今天我唱的所有歌 原本都是我为你一个人准备的 什么 给我一个人准备的 这不可能 不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的 今天的冠军 评委的赞赏 宽众的欢呼 包括整个天王的地位 原本都是你一个人的 可惜呀 却被你生生毁掉了 不许 甚至这样子做自受 骗人 这都是骗人的 你就是想让我后悔 骗人的 这不是真的 骗人 跟他这样的女人还有什么 咱们赶紧回归比赛吧 各位 现在我宣布 骗人 就是本次比赛的冠军 谁允许骗人当冠军的 谁允许骗人当冠军的 陆强 你来做什么 我陆家 只是蒙面天王的主办方之一 我为什么不能 你 陪滚出去了 请你放尊重一点 秦先生是我们本次比赛的冠军 冠军 次次比赛 是专门为蒙面天王选队友 我觉得他 不适合跟蒙面天王唱歌 从哪来 回哪去 接啊 我们有救了 听到了吗 黑龙 这个舞台不是为你准备的 赶快给我滚出去 还真以为自己写了首破歌 就能一飞冲天了 做梦 赶紧给我滚 你们怎么能这样 冠军 明明是秦拓了 你们这是黑幕 黑幕 这比赛都是我们办的 最终解释权在我们手里 你这个参赛选手 没有资格的 不是秦拓 你还赖在这里不走是吧 难道还要让陆少 亲自请你不上 既然这场比赛 是给蒙面天王准备的 那今天谁来 都轰不走我 而这个冠军 我更是实质名归 我管你是什么 陆公子 七公 都管不了我 实质名归 你有什么可实质名归 你长相丑陋 身高不够 品德败坏 才华更是没有 这实质名归 你根本就不配当 今天的冠军 更不配 当蒙面天王的队友 我配不配拿这个冠军 配不配成为蒙面天王的队友 不是你说了算 不是我说了算 那能谁说了算 难道是你说了算 当然是我说了算 因为只有我 才能登顶着大厦歌坛 成为唯一的天王 而你们 在我眼中 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 跳梁桥丑 难堪大用 难成大事 好大的口气 你这样说话 把蒙面天王置于何地 陆公子 您可真是英明 瞧她那个嚣张的样子 要是让这个傻逼 给蒙面天王当队友 她转过头来 估计都能把蒙面天王的 风头给抢了吧 哈哈 陆少 你赶紧叫人 把这个神秘病弄走 我女儿 绝对适合 当蒙面天王的队友 至少我女儿 没有这个傻子 那么狂妄 不急 我到时候看看 谁才是小丑 我很好奇 到底是谁给你的自信 敢说这样的话 该不会是李倩吧 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也不怕告诉你 李倩 她也没有资格 跟蒙面天王拍上关系 我的自信 无需来源于任何人 我的作品 我的歌 便是我的自信 唱两首破歌 还真被你装上了 你是不是不知道 蒙面天王的力 你这两首破歌 原来不知道 写了多少首 没错 蒙面天王 可是九天之上的浩远 是多少年都见不到的 天才歌手 而像你这样的窝囊废 站在蒙面天王面前 连引火都算不上 就你的水平 哪来的资格谈自信 凭什么 就凭你们口中的 九天好乐 天才歌手 蒙面天王就是我 听错 蒙面天王就是我 听错 你说什么 你是蒙面天王 笑死我了 你们都听到了吗 他竟然敢冒充蒙面天王 听错 你确定你说的那个 风霞绝带将来要一同 大夏歌坛的蒙面天王 是你 没错 是我 君特 你真的是唱了两首歌 就飘了呀 你冒充谁不好 你竟然敢冒充蒙面天王 你胆子还真不小 你知道蒙面天王 在我们娱乐圈 到底是什么样的地位吗 李倩 这就是你看中的男人 你的眼光也不止我样 钱先生 我知道您实力很优秀 但是蒙面歌王 确实不能随意冒充 他是我们大夏歌坛 不可逾越的泰山 而且圈中 论资排位很严重 您冒充他的话 可能会引来很多麻烦 是啊 秦铺 这话可不好乱说 我还怕对你以后 有不好的影响 怎么 连你们两个 都不相信我是蒙面天王 我不是不相信你 只是 行了 小子 你还真当真了是 蒙面天王 是你这种窝当费 能碰瓷得了的 蒙面天王 可是我陆家的座商品 是吗 可我怎么不记得啊 我去你陆家做过客呢 你还敢在这嘴 信不信我一个电话 就把蒙面天王请过来 信不信我一个电话 就把蒙面天王请过来 天哪 如果能把蒙面天王请过来 那么今天晚上 是必会造成一个大新闻啊 蒙面天王现在显示地点 从未在宫都市 当落宫了 这个公子 真的把他请来吗 人家可是陆家大少女 肯定是有蒙面天王的联系方式 我们等着看好戏吧 秦铺 怕了吧 竟然敢在这里冒充蒙面天王 没想到路上 你能把正主叫 我要是你啊 我得找个地方我钻你 能惊动蒙面天王啊 你也算创建了历史吗 你可千万别走 我倒要看一看 蒙面天王 咱们处置你这个冒牌货 我要是走了 那今晚这一切 岂不是没有意义呢 搞笑 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 怎么 地球离了你还转了 就是 你这个废物什么样 我还不知道吗 你如果真的是蒙面天王的话 怎么可能还会是今天这样的下场 简直是搞笑 确实 今天的下场都是我咎由自取 是我没有看清你的真面目 所以才能让你今天 让你此时此刻 能在我面前一一胡吠 喂 不要把你自己说得这么 你也没有这么伟大的本事 陆少 我看啊 您还是赶紧把蒙面天王 给请过来吧 面的这个废物啊 一桩到底 还真的让大家以为 他就是蒙面天王呢 好 那我今天 就让你死个明白 喂 喂 喂 陆少 找本天王 有什么事儿吧 这 蒙面天王的手机 怎么在你手里 你真的是蒙面天王 没想到 蒙面天王 既然真的是秦先生您 陆少认证 还能有奖吗 你不可能是蒙面天王 这肯定有问题 陆少 你这话码是不是搞错了 要不你再检查检查 这就是蒙面天王的电话吗 不可能有错 不可能 我跟他在一起了这么久 他如果真的是蒙面天王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可惜 他又怎么会甘愿一直默默无闻的 屏藏自己的身份 这一定是假的 假的 那是因为我想把这机会让过 这些年 我为了成就你天后的梦想 放弃了自己蒙面天王的身份 打造了这首歌 只会碰你上天 可惜呀 这一切被你自己生生的丢弃了 好女婿 你是蒙面天王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呢 你和雪原这么多年的感情了 你看 要不让她当年的队友走样呀 是啊 姐夫 你看 要不你跟我姐再复合一起 你们俩就是这个圈那儿的神仙圈里的 你说对不对 对对对 对呀秦托 你看 我们有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如果选队友 一定会选择我的 对吗 这蒙面天王队友的身份 谁都可以当 而你神雪 不配 秦托 你什么意思啊 我现在是在给你机会 想要你跟我复合 你有这个台阶就赶紧给我下 神雪 你觉得这样的机会 我看得上 秦托 你别不舍好歹 你别以为有李倩保你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你要是敢不给我胡语书的那面子 就算你是真的蒙面天王 你也不会有好下场 是吗 那我当时想看看 我会有什么下场 秦托 我给你面子你是蒙面哥 我不给你面子 你在我面前 屁的不是 你最好乖乖跟我合作 我还可以给你机会 但是你要敬酒不知知法酒 别怪我手下无情 我当时很想知道 你怎么对我无情 张磊 李倩的蹦红娱乐我帮你挡着 你想对秦托怎么样 他力气也插不插我手 你 多谢路上 秦托 现在李总帮不上 我劝你还是乖乖把冠军让给神学 让他成为你的队 你放心 我会让你的前妻 好好接受我们这波超级运气的 唱歌唱得好又怎么样 你是蒙面天王又能怎么样 我有张总在 我要你生 还能生 要你死 就得死 秦托 现在有陆强在 我确实插不上手 要不然 你先扶个人 神学 你太恶毒了 这一切 明明都是秦托的努力 你怎么能抢占呢 这就说明 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属于 他这个废子 秦托 你别以为你自己有点实力 就可以在这个圈子里 为所欲为了 想在这里立足 我们靠的是权力 是地位 明白吗 性情的 你听明白了吗 赶紧想办法 就写两首歌出来 让我女儿独唱 我女儿才是 真正的天后 我妈说的对 你啊 以后就退君幕后 为我姐洗歌 你们 既然才是 无耻 沈雪 你想要的东西 我给你那是你的 如果我不给 你抢也抢不走 秦托 你还在你这里 看来我不跟你讲学 你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 我现在 就打电话通知圈内的人 先让你藏杖主头 我劝你啊 最好还是先想想自己 我 我怎么了 你伙同我的妻子 还勾结在一块给我下毒 如果这个罪名做失 你好好想想 你会有什么下场 啊 还有这种呢 这简直就是现在的 欺民请客潘金莲啊 这件事就如果过失的话 这俩人就在有通天的关系 这进去躲捞一辈子 而且还会影响 整个红衣娱乐公司啊 你这是在忽灭 是吗 我帮你好好看看 这是什么 杨总 事情已经办好了 近情的那个家伙啊 马上就要变成哑巴了 不过今天我跟他提了一婚的时候 他当一个都挺爽快的 估计啊 早就跟姓香的那个狐狸精 搞到一起了 总之目的已经到了 性秦的那个废物 今天晚上总得变成哑巴 这都是他应得的报应 张总 今天晚上的心格发布会 您一定要把我捧上天了 我现在是 你算什么事 你怎么拿到这个视频呢 难道你不知道 我的书房里装有摄像头吗 请问你非必无耻 我非必 比起你们害我的那些手段 我这又算得了什么 张总 若是我把这个视频公布出去 有什么下场 你应该知道吧 我 杏总 求求你饶我一命 都是他 都是这个贱人过瘾的我 他像我像疯了 张总 你怎么能 贱人 我怎么被你害惨了 清总 只要你愿意放过 我什么都愿意做 好啊 这可是你说的 你不愿意放过 想必你们应该不莫什么 这就是你们想让我 变成哑巴的毒药物 现在 你吃了它 我也要让你尝尝 后半辈子变成哑巴 说不了话的绝望 怎么 张总这是不敢吃吗 我不想变成哑巴 我想 陆上 求求你 救救我 救你 我还自传男宝呢 不要滚 秦拓 李倩 这件事情咱们没完 别以为她是磨面歌王 就了不起 你是我的女人 我劝你最好 离别的男人远一点 多少 来人 给张总监会药 秦拓 秦拓 别 别 把这个废物拖出去 把这个废物拖出去 李总 感谢你 废物行为 秦先生 以您的才能 又何须我来解围呢 还请您考虑一下我们凤凰娱乐 我愿意每年出一亿的薪资 聘请您来当我们的音乐总监 还将送给您 岳崖湾别墅一套 跑车一辆 以及黑色天王卡一张 年一个亿 这可是比天文数字啊 岳崖湾的那套别墅 也加着好几个亿 更别说他手上的那张黑色天王卡 据说全球只有三张 可以透支数十亿的额度 最关键的 这是凤凰集团的音乐总监 那以后 秦先生就是国瑜 天王教父级别的任务了 这首歌真要那么值钱 姐 你为什么要跟秦桑离婚啊 你要是不跟秦桑离婚的话 这首歌就是你的了 你就是天后了 这一切待遇就都是你的了 女儿 你还愣着干吗 你去求跟秦桑复归啊 这一切本来应该是你的呀 秦先生 请 我们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合同 您回去就可以签 姐夫 我姐姐 其实之前就是想考验你 现在你们考验通过了 你们明天就去复婚好不好 姐夫 我姐其实一直很欣赏你来着 她还正常跟我们提醒你 对对对 杭正絮 你今天就搬回家住吧 对 我今天晚上 就把你房间收拾好 我和升学已经离婚了 没有任何关系 现在 请你别再放心 姐夫 你那首歌 不就是给我姐姐写的吗 你们还是回到以前吗 你把这首歌让给我姐姐唱 你还是继续为我姐姐写歌 我姐姐赚钱 以后 你们肯定是行业内的模范夫妻 你觉得你姐现在还配吗 好女性 求求你高抬贵手 就算你不复婚 也让李总裁不要放杀我女儿呀 是啊姐夫 我姐姐只是受到了那个姓张 那个贱人的迷糊 她还是爱你啊姐夫 你姐的人品我已经深有体会 你们也不必为她再开脱啊 不是的你听我解释 不必解释了 我已经听得够多了 盛雪 我今天的所有荣耀 原本都属于你 可惜啊 你并不珍惜 机会从来没有第二次 所以你也不必奢望 我还会像以前对你言听尽从 碰你成神 你我 早已结束了 哎呦 女儿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追过去啊 我觉得你还有机会 姐 我觉得姐夫对你还有感情 要不然的话 她刚才也不会给咱们留机会 我觉得你过去好好说一下 说不定 姐夫还能原谅你 你们对情度像如此不少 你觉得 她还不接受你 沈雪 被你相处这么多年 我今天你看出来 如此可惜 萧美燕 你凭什么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你不会真的认为 秦拓她能一飞出天吧 我看啊 她不过就是棒上了 李倩这个复活霸人 今天这首歌 根本就不是秦拓写的 姐 刚才这首歌 不是她亲口唱出来的吗 沈雪 事到如今啊 还在诋毁秦拓 你又凭什么 看不起她 那是因为我非常了解 秦拓是个怎么样的窝囊辈 她要是真有那实力啊 怎么可能在今天才展现出来 这首歌 是李倩那个贱人 托人代谢的 只不过扣到了秦拓的头上 对 要不然怎么解释 她到现在才拿出这首歌来 我说这个废物 怎么突然开窍了呢 原来是吃上了软饭 我呸 吃个软饭的家伙 她装上了 你们是在污蔑她 哼 如果是污蔑 那她跟凤凰集团签合同的时候 为何不带上你呢 你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个环节 怕被穿帮 你别以为秦拓就是你的真命天子了 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 等李倩把他玩腻了 就是他遭殃的时候 而我 到时候会找一个比他强一百倍一千倍的男人 你怎么强啊 哼哼 你 难道 秦拓真的是靠别人才胜利的吗 秦天王 欢迎您加入我们凤凰娱乐 现在叫天王有点双促了吧 凭借这些歌曲 就足以奠定您的天王地位 国瑜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像您这样的人物了 我相信 秦天王一定能带领我们大夏歌坛 走向下一个盛世 哇 怎么了 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想法 今天的比赛呢只是录播并不是直播 除了现场的几百位观众之外 其他人并不知道您的身份 所以我想先隐藏您的身份 再动用我们凤凰娱乐所有的资源 为您举办一场盛大吃集的神秘巨星见面会 那当然在此之前 您的身份也满得越久 蒙灭天王的热度就会越高 等到时候 秦天王您在神秘巨星见面会上一亮相 就足以统一大夏歌坛 相反不错啊 我没有理 好 那我这就通知他们去做 让所有的媒体 隐瞒今天发布会的内容 那到时候 以秦天王您的实力 一定能够让整个娱乐圈 沸腾起来 这么热闹 这干嘛呢 快看看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公寓居居然能有如此水平的钢琴高手 今天没摆了 须一首蓝莲花 爆火了蒙灭天王后 既然又出现一位钢琴天才 您将是可真是人才积体啊 妈 这个钢琴王子真帅 未来一定会成为国语的钢琴王子 我想是能嫁给他就好了 女儿 你可别乱来 你得想办法跟秦拓复婚 人家现在可是爆火的蒙灭天王 哎呀妈 你能不能别提秦拓那个废物了 他不过就是棒了个富博吃软饭而已 再说了 那蒙灭天王是不是秦拓还两个说呢 我才不跟他服务 他才是我要嫁的男人 只有像钢琴王子这样优秀的存在 才非做我神血的丈夫 要是我能跟钢琴王子交往 以他的能力 我也能够平铺青云 成为国语的天后啊 可是 你怎么才能搭上人家的关系呢 就凭我的长相 我的身材 我就不怕 我拿不下他 这位神秘先生 您好 为什么被以真面目示人 先生您好 请问您有亲爱的公司吗 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英皇一乐 我保证 你们去美今天的蒙灭天王 对不起各位 钢琴王子的身份现在不变告知 请各位让开 那个钢琴王子 好像不想以真面目示人呀 这才是真正有真才实学的男人 纳森秦拓那个半堵水的废物 不行 我一定要找到钢琴王子的住处 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子 弟弟 你确定钢琴王子住在这里 我当然确定了 这钢琴王子前几场公演中 我全都混进去了 终于在昨天的公演中 我跟踪了他的车亲眼看到 他的车使敌了这半云湾别墅的一行当中 没想到钢琴王子真的住在这里 那这个地方 岂不是整个凝江市最繁华的位置了 那可怕 这半云湾别墅是南省首富乔思义的产业 秦拓 你怎么在这儿 秦拓 你这个穷鬼是怎么混到这儿的 这可是半月湾别墅 是整个凝江市最高岛的地方的 姐啊 小声点 人家现在是蒙面天王 这咖位高着呢 狗屁 他怎么可能是蒙面天王 我早就说过了 他不过就是李倩包养的一个小毛脸吧 他要真是这些天吹嘘的蒙面天王啊 这凤凰集团怎么不将它公开啊 我倒是想知道 你们又是怎么混起来 你能来 我们为什么不 我就住在这儿 我当然能 而你们应该买不起这儿的包子 秦拓 你装什么呀 就你这样的穷小子 也配住半月湾的别墅 就算把你卖了 你能买得起这里的一瓶米吗 难道你忘了 李大总裁可是送了我一套这儿的别墅 拉倒吧 我早就已经想了你版本 那不过就是李倩给大家玩的障眼法罢了 就凭你这样的小白脸 也配住在这种别墅 哦 我明白了 你该不会也是来找钢琴王子的吧 钢琴王子 钢琴王子 就住在这一号别墅 钢琴王子就是我新长的别墅 比你这个废物东西 不知道钱要多少 明白吗 是吗 可人家不认识你 又有什么用的 马上我们就会认识了 倒是你 我劝你啊 赶紧滚出这个地方 免得到时候又是我的刺激了 我倒是很感兴趣 想看看你找的这种男人 到底有多用心 是你非要在这里自取其辱 那就别带我 谢谢你 你是钢琴王子身边的女助理吧 您好 请问三位找钢琴王子什么事情 太好了 钢琴王子真的住在这 你好 助理小姐 我叫沈雪 我十分地仰慕钢琴王子 我想进去与他见一面 沈小姐 不好意思啊 现在钢琴王子不方便 与万人相见 请回答 这 助理小姐 这是我送给钢琴王子的礼物 请你一定要帮我交给钢琴王子 你告诉他 这是他开了生意的钥匙 放心 我一定会亲手交给他的 看来 你想见的人 并不想见你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要你管 我要送的礼物已经送出去了 钢琴王子要是收到我送的礼物 这样你也不会对我顿心 沈亮 我们走 天王 这是沈雪送您的礼物 刚刚沈雪跟你说什么了 沈雪说这个礼物是打开他身体的料水 沈雪啊沈雪 你还真是低贱 你还真是低贱 当初我真是瞎了眼 要是让你知道 你重新爱上的男人 面具下还是我这张员 不知你该做何感谢 秦天王 《蓝莲花》这首歌一夜爆火 现在只待公开身份 您便能一头大下歌坛 那您看 将神秘巨星见面会 定在什么时候不做合适 一周以后吧 你们好好准备一下雪准服务 没问题 那这一周 我们就多多宣传预热 一周后公开 您一定火爆全球 一飞从天 问过我上京路下 那么强 你来这干什么 我的女人能来 我为什么能来 闭嘴 谁是你的女人 你少在这给我胡说八道 你还不知道吧 你的父母 已经把你许配给我了 你说什么 不可能 原本的确不可能 不过啊 我最近暗中调查了一下 发现你李家 只是表面风光 暗地里 却有一个一百亿的大骷髅 只要我稍稍挤兑下你李家 你李家 就会立刻撑不住的破绽 到时候离走你 这次落魄凤凰不如鸡啊 哈哈 不 卑鄙 不卑鄙 你怎么把你这么机会的女人搞到时候 啊 今天晚上跟我走 好好伺候我一下 我保你李家 平安 你 他妈敢打我 你借了 她是你的人 立刻让她给我跪下磕头道歉 不然我调给你所有资源 你先做我 李家逼迫载 什么 不要 李总 不必担心 也不用害怕 不就是一百亿吗 这个骷髅 我帮你添了 你说什么 你来添 你知道一百亿是多少钱吗 像你这种社会底层 一万年都赚不了那么多钱 陆强 秦先生现在是我们凤凰一论的顶级天王 请你放尊重一点 顶级天王算个屁啊 一个顶级天王一辈子最多赚一二十年 想在五天之内冲到一百亿 你是不是在做梦没睡醒呢 秦先生 我很感谢你帮助我 但这确实在你承受范围之外 更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外 对了 这就对了 要认清现实 不要张嘴就来喊丢人大 难道李总也觉得 我是那种会幸福开荷的人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这么定了 五天之内一百亿 双手奉承 你他妈是不是没提起 顿 王八蛋 难道路上还要再喝一杯吗 五天之后你离家破产 谁让你越界地上给老子舔邪 秦先生 我很感谢你今天帮助我 但是你今天还是太冲动了 等一下我还是再去找陆强商量一下吧 不用这样 李总 你放心吧 我只需十亿 就能在五天之后赚够一百亿 况且就算我赚不够一百亿的话 你也有五天时间可以周旋 到时候你去找他 也不迟 我记得再过五天 国际石油价格 就会开始暴跌 华尔街资本集体看涨石油期货 为谁想石油价格反而大变 直至度价流口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 我也只能全力支持秦先生您 正好 我现在手里的流动资金就是实力 我全部转给您 还希望秦先生您 不要辜负我的期待 既然李总这么信任我 那我一定不会让李总 生气明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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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李家的剩余那点资金 最多只能支撑五个小时 时间一到 这一把亿的窟窿 你要是填不上的 你们李家立刻分崩离析 各位 现在已经是生死存亡的时刻了 你们有办法吗 哪有什么办法呀 现在资金缺口那么大 就算是神仙来了 也没有办法 巧妇难为无名之吹呀 平时豪车豪宅地养着你们 现在到了有危机的时候 你们就是这个态度 李总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我们之前不是提过建议吗 对了我们早就说了 挺路上路大爷的出口 肯定能行 但早我们已经告诉你 李总如果你就照顾 那就不跟我了 你们 李倩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能救你李家的只有我路上 但是你常常不信 你要非得选那个臭卖唱的 结果呢他人呢 恐怕他连竞争会议室的勇气都没有吧 不可能 秦拓他不可能会骗我 李总您就别犹豫了 秦座虽然是个大明星 但对于像这种商战 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参加 您还是快下决定吧 时间不多了 再不下决定就晚了 想清楚了吗 想清楚了的话就过来 那我们就先走吧 对对对 给陆绍腾个地方 各位 收安勿躁 秦拓 你真的来了 抱歉 石油期货开户 花了点时间 还不赶上 小看你了 你还真敢来啊 不过 要是我没听错的话 你想炒石油期货赚一百亿 怎么 不行吗 你们都听清楚了吧 他居然真的想炒石油期货赚一百亿 秦头 你会写歌 会唱歌 是个顶级巨星 但是很显然 你对石油期货一窍不通啊 没错 我们资金缺口是一百亿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听说过 我们国家 有谁能靠炒石油期货赚一百亿的 更何况 现在只剩半小时 就像巴菲特的也办了 秦拓 你快别跟我们开玩笑了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这种危机关头 我怎么会开玩笑的 好好 本来以为你是在装饰 没想到你是真傻呀 李总 你怎么能把这生死 交给这种废物呢 李总 赶紧把这个秦魄赶出去 求路上帮忙 秦拓 你不要以为你是 我们国家天天王巨星 你就可以乱来 我告诉我 你跟秦拓的生日相比 你连个猫都不算 赶快滚 廖子 我都对你不客 谁敢赶他走了 把他赶走了 我上哪儿看好事 你买 你现在就买 我倒要看看 你买多少 才能赚够这一百亿 我看中的石油期货 一定会在今天暴跌几十倍 甚至是负数 所以我只需要购买 十亿的跌 就足够赚够一百亿 石油真的会跌几十倍 你这怎么看出来的消息来源是哪儿啊 没有消息来源 是我自己猜的 购买成功 什么 你说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看出来的 哈哈 夏老师一跳 我还以为你真是找到什么存倦的消息来源 没想到是你正在做梦啊 这秦拓果然只是个臭卖唱的 对于石油期货简直一窍不通啊 对石油期货不懂就算了 他甚至连新闻都不会看了 昨天新闻上说了 华尔街金融首富也在全力做石油期货 今天石油啊不再不会跌 还会往上涨 涨上天 蠢货 蠢货 李永久 你还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个蠢货身上 如果这样的话 我迟迟 整个李家破产的时候 连累到我 我迟迟 刺失 我也要刺失 请拓 今天的石油肯定会暴涨 你如果现在不用爱出去的话 不仅补不上这一百亿的窟窿 你可能还会背上数十亿的债务呀 你放心 不用吧 秦拓 你就别做梦 华尔街巨头联手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 他们说谁跌 谁就一定跌穿地板 他们说谁涨 谁就一定涨上天 神仙来了都保不了 而这次 他们说石油期货要涨 大涨 涨上天 看来路上很有自信 那路上为何 不跟着那些金融巨额 一起来涨 你倒是提醒我了 我这就买一百亿 先小镇开个一百亿 交易成功 原本我玩底下 还得花点些 现在有你的提醒 老子一毛钱都不用花 过来 我要你一边伺候着我 一边看我挣大钱 李总 赶紧去服侍陆绍吧 不然李家就完了 李总 你怎么还相信前途 他一窍不通的一个外行 喂 你想黑色李家 黑色李种 不然 跟你给我滚 李家 现在没有多少时间 不是不多了 而是 到 到了 我记得李李家 资金消耗殆尽的时间 应该还有十几分钟啊 还是说 你想投降 认输了 你误会了 我说的是 你亏一百亿 而我赚一百亿的时间 一倍 两倍 五倍 十倍 跌了 石油真的跌了 十亿 二十亿 五十亿 一百亿 钱座真的追了一百亿 怎么会是这样 华尔街金融金融树 要做多石油气坏 怎么会跌的这么快 怎么会跌的这么快 我不是在做梦吧 真的跌了这十倍 您有一百亿到账 李总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转账 填上一个窟窿 好 转账成功 齐先生 今天多谢您了 幸亏有你 我们李家才能周转过来 这一百亿如数奉还 举手之王二爷 不 这是天大的恩情 我决定将凤凰集团 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全部赠送给您 只要您愿意 我将凤凰集团这枚公章 赠送给您 您现在就是我们凤凰集团 幕后最大的老板了 没想到李总这么大方 凤凰集团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这价值可不止一百亿 要是没有您的这一百亿 别说区区凤凰集团了 就算整个李家都要消失了 秦先生 您就收下吧 对对对 秦先生 您是我李家大门人啊 哎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刚刚是你们嚷嚷着要辞职吧 秦先生 刚才是我们有眼无珠啊 只知道您有艺术细胞 不知道您还有商业天才啊 都是我们的错 我张嘴 对对对 秦先生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我们啊 原谅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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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如此 那我就收下了 陆少 怎么到现在了 你还是在一言不放 难道陆少不喜欢讲话吗 您共计亏损一百亿 一百亿 就这么亏玩 情脱 要不是你诱惑我买什么石油期货 我绝对不会亏的 情脱 我这么跟你没玩 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啊 叶平和其他人这么说话 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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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我请你吃个饭 好好感谢一下 下次吧 我还得去金堂酒店 参加我女朋友的同学会议 哦 原来如此 那下次再说吧 乔首富 借来如何呀 李总怎么有心思给我打电话 我听说你们李家 出了大麻烦呢 麻烦 已经被高人解决了 什么 一百亿的窟窿 说解决就解决 这等高人是谁呀 秦拓 秦先生 这等高人 不能错过 不知李总可不帮忙引荐一下 我这样有此意 正好今天 秦先生要去你旗下的金堂酒店 参加同学会 你到时候可以去见见他呀 好 李总放心 绝对安排妥当 来人 立刻查一下 今天金堂酒店 有没有秦拓显示入内 有了乔总 您看就在钻石厅 钻石厅 立刻升级成田王厅 然后给我盯紧 有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是 咱们这次同学会竟然在天王厅开 在天王厅 可是金堂酒店最高规格的包厢 非富可敌国者 非全是滔天者不可开的 咱们同学究竟谁飞黄腾达了 在地下这个厅 你还不知道吗 我们红云的男朋友 现在可是凤凰集团的高管 咱们之中啊 也就红云有这种实力了 凤凰集团 红云 那你可是上一种社会了 那你现在是阔太太 你可不能忘了我们这些球同学呀 凤凰集团呀 当不中层小领导 那都是组分吧 清单了 当上高管的话 那这是八辈子都休不来的组分呢 红云 你不会不理我们这些老同学了吧 小事情 谁想去凤凰集团工作啊 跟我说 红光男朋友咋个招呼 帮我们进去 那我大学作弊被开除了 你能进去吗 我都说了 帮你进去 哪怕你大字不是一个 也能让你住职高兴 情况 红云的男朋友 是凤凰集团的高管 到时候 他跟他的高管男朋友说说 帮我们签约凤凰集团 你就可以靠自己的实力 成为大明星了 美颜 你让一个高管签约我 整个凤凰集团都是我的 那些高管都是我的打工仔 他们怎么能签约我 什么 凤凰集团都是你的 都是你的 你别开玩笑了 赶紧跟我走吧 黄云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男朋友 你好 请拓 整个凤凰集团都是秦先生的 连高管都是他的打工仔 这种上层人士 我可高攀不起 红云 刚才秦拓只跟我开玩笑而已 没大没小 这种玩笑 谁能开的吗 肖大美人 你现在看男朋友眼光 越来越不行了 看你男朋友这傻不愣愣的样子 该说什么话 不该说什么话 不知道吗 就是 说的好听点是不会说话 说的难听啊 这不蠢蠢傻逼吗 肖美颜 你好歹是个美女 你看找这个男朋友 也太不靠谱了吧 秦拓 要不你给红云道个歉吧 说你不是故意的 我又没说错 为什么要道歉 反而该道歉的人是他 你 凤凰集团给他男朋友发工资 是想让他提供价值来盈利的 而不是在这假公祭司寻私舞弊的 你的名字我记住了 今天回去我会严加调查 从重惩罚 秦拓 你还真当凤凰集团是你的了 难道不是吗 凤凰集团要是你的 那您的身家应该有几百亿 可我看你这穷酸的样子 屋下有几百亿的样子哟 你这一身哪 十一百块钱吧 还在这创意望富豪呢 下水到来的臭老鼠巴拉 一身的底层原味 隔这么远 我都闻到了 真臭 要凤凰集团真是你 我立刻跪下来给你舔鞋都行 那都是我 可惜你 根本就没有办法 证明凤凰集团是你 因为你就是个男孩霸华 不知天高地厚的 漂亮小丑而已 证据还不简单吗 什么东西 你算证据 这 这是凤凰集团的公众 这凤凰集团的末好老板 才有资格拿 你 秦托 凤凰集团 都是你的 秦总 你看 你看这咱们这是误会 我们就是开玩笑的 你看过两天我请您吃饭 吃饭 你那猪是秦先生怎么会吃 秦先生 你心有点大了 我会给你擦饭 哎呦美颜 我猪说你眼光不会差的 瞧我这秦先生 真是玉树凝蜂一票堂堂 一看你就是为大人物 惯不得什么大人物 毕竟 我不会让不识字的人 进凤凰集团工作 秦先生我做了 我刚刚 我刚刚就是吃水牛叫做爹 我做了 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你们都被他给骗了 神血 我们被谁骗了 当然是他 秦托 可是他手里拿的公众 的确是真的呀 我家果能给我拍的照片 的确是一模一样的 那是因为 他就是个吃软饭的窝囊废 吃软饭 是谁的软饭 当然是凤凰集团的总裁 李倩的软饭了 被工伤 自然也是从李倩里拿过来的 对 笑我一跳 我以为遇到有型富豪了呢 妈 白笑我 小大美人 你男朋友吃软饭 你全都不在意 难道 你是在吃二手软饭吗 没有 不是的 不是 我亲眼所尽 你还敢狡辩 沈雪 有什么事冲我来 你再敢针对美颜事实 呦 叫的可真亲热 你们难道就不怕 要是李倩知道了你们的关系 飞过来 扒了你们这层狗男女的皮 让李总知道 她吃晚饭 还找别的女人 不得活活把她打死 沈雪 赶紧打电话 说穿她们的奸情 把这个秦托成套 看她还怎么装毙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现在向我下会道歉 我就饶着你 你跪下 跪下 还不跪下 我跪行吗 我替秦托向你们道歉 美颜 别跪 让她们打这个电话 我倒要看看 李倩来了能把我怎么样 小美 像这种软饭 也只有你这种傻子 才会捧在属心里 算了 看在我们曾经也是闺蜜一场 我这次就先饶了你 如果你们以后见着我 可得躲着一点 唉 被秦托这个废物耽误了这么久 咱们还是赶紧落座吧 光云 这桌子为什么那么奇怪 还要分怎么记得 这可是天王厅独特的分级模式 在这边这张是百万桌 意味着只有百万级别的身家 才可以上桌 这边这张是千万桌 意味着只有千万级别的身家 才可以上桌 而我后面这张是一级桌 意味着只有身家过亿的富豪 才有资格上桌 原来还有这种分级 真不可以是天王厅 好了各位 既然来到了天王厅 咱们就遵守天王厅的规矩 大家 都找好自己的座位 这两年靠写课也攒了不少钱 虽然没有存得太多 但是也够我做这千万级的桌子了 我父母争气 我也能做千万的 我男朋友一年的工资就是行 我坐在这里 应该没什么问题 哎呀洪云 你可是咱们这些同学里边最有钱的了 你要是不做这张桌子 咱们这可没有人合适了 至于某些人嘛 他可能连他合适的座位都没有 我们的肖大美人跟他男朋友 怎么还不如座位 难道是不够猛坎吗 这个性情的 不过就是一个近身出户的穷鬼罢了 既有他也会上座 肖美眼角这种男朋友 简直丢我们同学的脸 既然没有座位 那就赶紧滚出去吧 行托 我们要不然还是先走吧 好不容易来一趟 干嘛怎么 这里根本没有我们的位置 谁说没有 那儿 不就有了 走 秦拓 你疯了 谁让你坐天王桌的位置的 哦 原来这叫天王桌 那这 倒符合我天王的身份 放肆 这可是天王桌 至少得生下百亿才能做的 你一个吃软饭的家伙 你也配 他要是只有守护乔思义 李倩 对你之别的人物 才有资格做的 否则 和天王桌的天王二桌 不 行托这个人坐在这 简直就是被天王桌的侮辱 整个桌子都得扔了 重新打造 就是 这种桌子 他行托怎么敢上桌 难道就没有人管管吗 放心 这金堂酒店 可是首富乔振天 乔四爷开的 这天王桌的规矩 自然也是乔四爷定的 有人乱坐位子 就是在打乔四爷的脸 没事儿 等到时候工作人员来了 一定会核实他的身份 到那时 他必须走死无生 行托 我们还是换一张桌子吧 没事儿 有我饭 你一个吃软饭的废物 还不赶紧滚下来 接着滚下来的时候 我千万没碰到那开桌按钮 保得大陆神进来了 我就没有你 你不会还在妄想 李倩会保你 我告诉你 调碎的权势 只能在你身之下 李倩 李倩是不忽略的保你个吃软饭 最可可被调碎 他可可在 你一个吃软饭 竟如此妄足尊党 真是不自料理 可悲可笑啊 看来 你们都觉得我不配坐在这儿 可惜啊 你们不配对我指手画脚 更不配对我指指点点 我的身份 你们不配引望 我的能力 超乎你们的想象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天王桌 我今天不配坐在这儿 那今天我就坐这儿 我要看看 那我喝 你 你干了什么 你竟然开始骗我桌 哼 秦拓 你还真是个傻子 我们已经把厉害关系 说得如此清楚了 你却还是为了一气之争 竟然开始骗我桌 谁会 你毕竟永远无生 秦拓 我看你还是快不准备后事吧 要不要 我送一次棺材呀 棺材 他可能用不上吧 你还是赶紧给家里打电话 留个遗言吧 秦拓 这下可怎么办 我们好像闯祸了 别急 别急 难道你还真的觉得 你吃上了李谦的软饭 身份地位就高了 就配坐得上这天王桌了 告诉你 你一天是吃软饭的废物 一辈子都是吃软饭的废物 天王桌上 最容得你是独假虎味的寄生虫 小美妍 你还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滚下来 难道你想陪着秦拓一起死吗 双美妍 只要你肯下来 跟我们站在一起 我们自然会为你开脱 为你追 让秦拓一个人对罪 别像刚才开启秦王桌的 你不是你 是秦拓 不 我不能走 秦拓 你快走 我留下来顶罪 秦拓没钱没事 到底跟你怪了什么迷魂养 其实指责你为他去死 那就让他去死吧 做了一对亡命鸳养 也没什么不安 我和美妍 的确是鸳养一对 至于亡命 恐怕要让你失望 还在追命 等工作人员来了 看你还能追应到什么时候 秦拓 你别耽误时间了 赶紧走啊 天王盛宴开启 新唐酒店赠送 六一年珍藏百拉菲红酒 价值百万美金 黑珍珠及鱼子酱一份 价值一千万美金 以及这枚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海洋之心钻石项链 价值一亿美金 共天王盛宴女主人所佩戴 是 是 喜欢吗 是 喜欢 这是给我的吗 刚才 只有她 才配得上你 慢点 你们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你们都没有确定她的身份 就这样把东西送出去 这个秦拓 她就是一个穷角度 根本不配坐在天王桌上 对呀 这小子就是个社会底层 她怎么配拥有这样的待遇 小姐请放心 我们接下来将会进行身份验证 如果有尾 酒店一定会有所测试 那 差不多 得我把这个废物我死里整 先生 请您出示身份证明 或者进行一个验姿 以匹配天王盛宴的待遇 秦拓 这该怎么办 怎么办 当然是往死里办的 谁叫你这么傻 不跟我们站队 谁叫你又没脑子 喜欢秦拓这个废物 山姬就算飞上之头 她也变不成凤子 美梦现在做够 就该付出 废物 哎呦 吓我一跳 我还真以为这秦拓 是什么意外富翁呢 这下有好戏看喽 戏拓 没事 她们想要验 就给她们验 验完就没事了 验吧 反正验完你就要死了 死了当然没事了喽 这是黑色天王卡 黑色天王卡 那是什么东西 我听说过 这好像是男神不到三张的顶级信 我可能都有真十个亿 不可能 她怎么可能有黑色天王卡 那卡一定是假的 这张卡 是真的 是真的 因为这张卡是李倩的 所以这张卡 当然是真的 但是这卡里啊 恐怕没钱 只能透十几个亿而已 哎呀 秦拓 你就算有十几个亿 又能怎么样 这天王桌 必须得百亿身家才能入座 所以秦拓 你依旧不够格 够不够格 够不够格 燕燕 不就知道了 燕啊 快燕啊 千万别被这个小子给唬住了 秦拓 看来你真从李倩袋 落了不少好东西 但 是 距离天王桌 远远不够 明年的今天 我们同学在聚会时 只怕 要少两个人喽 难怪小美妍 对你死心差点 你也给了小美妍不少好处 不过可惜 你的命到头了 好处 也没机会享受了 秦拓 我们下辈子再见了 这辈子还没有过够 提什么下辈子啊 我知道你过够 但是没有机会 现在知道难过了 那还有什么用 活该 欢迎秦拓先生 贾林金桶酒店 金桶酒店 金桶酒店全体员工 向秦先生 致以最崇拓的敬意 恭迎秦拓先生 你们疯了 杜卡西明明是在报警 这张卡是假的 你们不敢找人 抓他们 不好意思小姐 杜卡西显示 只是在提醒 对方身份的重要程度 而秦先生 正是我们金桶酒店 最尊备的贵客 这不然真的是 吃完饭的吗 当然不是 哪个吃完饭的 能吃到一百亿 一百亿 只是做上天王座的 最基础要求 他的身价 可远远不值一百亿啊 不可能 不可能 杏拓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都跟你说了 我是凤凰集团幕后老板 这些啊 都只是基本本来 你胡说 我胡说 盛雪 我知道你看到我成功 比你自己失败还难受 毕竟 原本坐在我身边的人 应该是你 享受这一切 高辉和待遇的人也是你 可惜啊 就因为你一时目光短铁 你亲手将这一切 你毁掉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很了解你 你一个一世无产 这么多年的废物 怎么可能在短短几天之内 就成为百亿富豪 这 这张卡 这里边的钱 肯定是李倩的 这我就没法证明了 毕竟这钱上 没法写我的名字 怎么没法证明 当然有办法证明 我记得啊 今天咱们的同学会 还有一个环境 就是给母校捐赠 我们大家 都准备了礼物 这是我给母校准备的一辆车 价值一百万 我给学校准备了一套房 价值两百万 我给学校准备了一点现金 一共三百万 我也给母校准备了一枚 北岁玉佛一枚 价值五百万 这是我给母校准备的礼物 二十克拉的钻石一枚 价值一千万 秦拓 我们的礼物都拿出来了 你呢 你不会没准备吧 或者说 你虽然有天王卡 却不知道卡里的密码 没法取钱买礼物吧 礼物 哎呀 我问礼物这个事 别忘了 没钱就没钱 忘了这种烂大街的借口 你们也想得出来啊 没错 我看 这边就是个涮饭的废物 拿着百亿存款的天王卡 却没资格动你一份情 没错 这么重要的事情 难怪啊 人家能吃上你线的软饭 毕竟 这种演技普通人是看不透的 可惜了 贾哥 真不了 你们不要乱说 我是真的忘了 我现在就去买一份 你买 我们要的是秦拓的礼物 你买又是你 再是 你买的礼物 这几个秦拓 我们是要给母校捐赠 而不是给母校送 垃圾 秦拓 你现在身家几百亿 随随便便捐给胡校一个亿 不是问题吧 他怕是吃一辈子软饭都挣不了一个亿 你让他全部捐出来 真坏 谁说我没有准备礼物的 大嫂 你知道这张天王卡的支付密码 知道了又怎么样 他敢乱花吗 要是被李倩知道了消费记录 还不得过来发了他的皮 谁又告诉你 我要刷这张卡 来 这 就是我送给你们母校的笔 我的亲笔签名 哈哈哈 清拓 你以为自己是大明星大老板吗 啊 你但凡是这样的角色啊 你的签名自然有人争抢 价值一个亿也不过分 可是 算了什么东西 哎 我正好符合这条件 我是天王巨星 又是百亿富豪 那这张签名 正好价值 一个亿 疯了 确定疯了 这种百亿富豪还不够 还想装天王巨星 可惜再装也是假的 破签名 可是一文不值 就这签名 我一天能写一百个 怕我是不是也是百亿富翁了 哈哈哈 秦拓 你知道吗 你现在的样子啊 叫虚张绅士 你不会认为 我真相信了吧 你信不信不重要 更无法改变这张签名 价值一个亿的事实 天言 好好保管起来 回头送给母校 找做徒板 保管个屁 一张涂鸦 一文不值 白白浪费了这张纸 秦拓 你说你没闲就直装 干嘛非要装有钱呢 你瞧 现在被戳穿了 不是想着你更尴尬吗 哼 我现在再是知道 什么叫做求疯了 这秦拓他呀 就是求疯了 一个破签名 还想换一个亿 哼 这破话要是值一个亿 我给你喝一个小头 一个哪些 这破签名 要是值一个亿 我给秦拓 可一万个东西 看呀 还是将这张破签名 消火了才好 免得拿出去啊 脏了看的人的眼睛 你不要 神学 这个签名 是秦拓写的 虽然不值钱 但是我很喜欢 我想要 是于母校的礼物 我之后会补上的 请你把它还给我 萧美严 你怎么害怕死心塌地的 难道我们把话 说得还够明白吗 这个秦拓 就是个跳跳跳远的骗子 那些花言乔语 浑身上下 都是抗蒙拐骗 就是他的签名 是用锡子打造的 哪里只会拉低黄金的架 你还不肯定看原谅 美严 看在咱们曾经是闺蜜的身上 我就在帮你 乔振天 乔四爷到 那个签名 我乔某人要了 我出一个亿 收藏秦先生的 一位签名 一个亿 开玩笑的吧 你没听见吧 他说他是乔振天 乔四爷 乔四爷是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 竟然会花一个亿 去买秦拓的签名 我不是秦拓自己花钱 找的演员 给自己抬身价吧 哪来的秦拓 到底想骗我了 你也不看看 老娘是那么好骗的 放肆 你敢跟四爷如此说话 不想活了 哎呦喂 我好看派呀 斗我一下审水 我男朋友 是奉公集团的造物 一个高级打工仔而已 也敢拿出来吓唬乔某 高级打工仔 好大的口气 今天的天王跳 都是我男朋友开的 我敢说 他是高级打工仔 谁告诉你 你这天王跳 是你男朋友开的 还是说 你男朋友 是秦拓 秦先生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 你的意思是 这天王跳 是他秦拓开的 不然呢 哈哈哈哈 你是马脚的吧 众所周知 这天王跳 是我男朋友开的 你却居然说是秦拓开的 笑死了 神雪 你来告诉这个臭跑龙炮子 这天王跳 就是你全开的 神雪 你怎么了 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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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来了 您还记得我吗 去年的那个宴会上 我还给您敬过酒的 我 我不是做梦的吗 神雪 神雪是不是认错人了 秦拓一个吃晚饭的 既然能劳动四爷大家 花一个亿去买他的破签名 神雪和秦拓不对付 他都承认了 肯定不会有假 你真的是乔正天 大胆 谁让你指护四爷大名的 怕男朋友很牛逼 指护我大名算什么 这下完了 这下完了 是谁 竟敢损坏秦先生的签名 我不是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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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爷要命 四爷要命啊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信拓 信拓 你看在我们之前 有一段姻缘的份上 你帮我 帮我替四爷求求情吧 替你求情 我只是你口中吃软发男 哪有那本事的 什么 他还敢这么污蔑秦先生您啊 我没有没有 秦拓 是我永远不识待生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知道错了 不 你只是知道你要死了 你怕死而已 算了秦拓 这事就这样吧 既然美颜说了 那就算了 秦先生 您大人大量 你叫我佩服 好了 联王盛宴开启 我要与秦先生 把酒烟欢 其余贤大人等 都给我滚出去 滚 秦拓 我们以后还是少来这种地方吧 为什么 我只是觉得 靠着李倩的名头 不是件光彩的事 当然 我不是说你吃软饭 我只是觉得 还是靠自己比较好 你说 我靠李倩的名头 难道美颜 还是不相信我的身份 以为我在吃冷饭 好了 以后我都听你的 以后我们不来了 你真好 看来只有在明天的神秘巨星见面会上 当着所有人的面 揭露身份 才能让你相信 这样也好 当着全世界的面 宣布消灭炎兽 秦拓的命 这样才浪漫 你是神血 秦拓的前夕 你是 你不用管我是谁 我想知道 秦拓有没有黑料把柄 在你手上 你要对付秦拓 他是怎么招人 这个人看起来来头还挺大 秦拓居然招惹到如此大人 他还真以为他吃软饭 就有多厉害的钱 党心病狂 多余的 不用问 你只需要知道 我和你面对 你目标一致 都需要扫死秦拓 答应的话 立刻上车 性秦的现在和李倩如交似习 普通的手段 跟他打不好他 除非我们找到最近的 钢琴王子 钢琴王子 你找他做什么 钢琴王子可是我的男人 你的男人 当然 看来我找你是找对了 我已经收到消息 钢琴王子会出现在 秦拓的见面会上 到时候有你出面 联手钢琴王子 把秦拓踩在脚底下 他们凤凰集团股价 必定一泄千里 由此引发连锁反应 让凤凰集团破产 离家陷入危机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这个忙我崩定了 秦拓这个废物 靠着吃软饭上位 还自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 等他见到钢琴王子 这种真天才啊 我看不到时候 颜面核存 天王 明日便是神秘巨星见面会的 您现在的热度空前绝后 大家都很期待您公开身份呢 明天的神秘巨星会上 我想多设立一个环节 您请说 我不仅要公开我的身份 我还要公开我的女朋友 萧美艳 这是我给她准备的一个惊喜 当天王的女人真幸福啊 我会去准备的 明天一定给天王夫人 一个满满的惊喜 不过 不过什么 最近网络上 走红了一个钢琴王子 他也是凝江市的本地人 只是参加了几次公演 便走红各大网络 我担心 他明天会影响 神秘巨星见面会的进程 因为我听说 他明天也会出现 放心吧 不会有任何影响 天王 您为何如此肚定 他明天如果出现捣乱怎么办 相信我 行 那我这就去准备 还希望天王您明天 务必准时参加见面会 李总 今天神秘巨星见面会 有什么可以透露的吗 晚些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敬请期待 我们要么就期待你了 今天现场来了 这么多大人物 这个神秘巨星见面会 亏了还是挺大的呀 月儿 你一定要想办法 跟情侯复活呀 就是啊 姐 咱们在找那个 情侯商量商量没 已经这么多年的感情了 我觉得姐夫一定会 同意复婚的 到时候咱们可就是 天王的家属吧 哎呀妈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那个秦拓不过就是 被包装了的 跳梁小丑吧 背手蓝莲花 根本就不可能是秦拓系的 只有钢琴王子 这种真才是学的男人 才配得上你 钢琴王子 你是说比秦拓那个 蒙灭天王还有名 钢琴王子 没错 就是钢琴王子 而且钢琴王子 现在已经是我的男人了 今天啊 她还会出现在这场 见面会上 为我站牌 为我洗刷取乳 把这个秦拓 狠狠地踩在脚下 真的 还是我只有眼光 找到了真正的 沈雪 你怎么在这儿 我姐在这儿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样是我的见面会 你说和我没关系 抱歉 今天这里 不只是你们见面 那还有谁啊 自然是钢琴王子了 萧美爷 像秦拓这种吃软饭的 没有半点真才实学 就是个废 可钢琴王子 是货真价实的天才 他今天也会出现在这里 到时候 等他跟秦拓站在一起 在场这么多的观众 这么多的媒体 天才和蠢菜 一眼一眼 到那时候 秦拓这个吃软饭的 毕竟千颇佛选 颜面尽视 必定成为钢琴王子的垫脚石 原来你这么看好钢琴王子 这还需要看好吗 网络上 钢琴王子的热度 早就比你这个龙面猪心 高尚百倍十倍 可我听了半天 怎么还是没有听出来 这钢琴王子 和你又有什么关系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 那我就告诉你吧 钢琴王子已经收了我 送给他的名物 早就已经成为了我的男朋友 现在你说 我跟他是什么关系 钢琴王子 做你的男朋友 笑我 有什么可笑的 我笑你居主 有眼不是真人 我笑你贪心 只会攀高踩低 我笑你愚昧 我只会攀龙附会 我笑你无能 只会以色于人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什么时候以色于人了 难道没有吗 当然没有 秦拓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我姐清国清城是没错 但我姐更重要的是内秀 是气质 是品德 是才华 要不然 钢琴王子怎么会看上我姐 我看你啊 就是技 你嫉妒我姐找了一个比你好百倍的归宿 刺透了你那可怜又脆弱的自尊 看起来老实八交 没想到背地里肚鸡心这么强 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 要不是你那么快的跟我女儿离婚 我女儿又怎么能这么快的遇到钢琴王子 这种完美的男朋友 死到临头还不辞职 死到临头的是你吧 钢琴王子弹琴比你好 唱歌比你好现人精 人气更是比你高 他今天还会出现在这场见面会上 你想象一下 等他到时候来了 在场的观众 在场的媒体 他们的注意力 又会放在谁身上 秦拓 钢琴王子真的会出现吗 那他会不会 他一定会 秦拓这个蒙面天王啊 还没有彻底的报复起来 就让他今天彻底的被遗忘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因为你对钢琴王子一无所知 那今天我就让你好好看看 他真正的自己 他竟然是蒙面天王 一首歌火到大家南北的蒙面天王 这都鱼露灭了 没想到蒙面天王 他真是蒙面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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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秦先生就是蒙面天王 他是蓝莲花的创作者 也是娱乐圈近三十年中 唯一的天王 转什么转 还有唯一的王 我看他连钢琴王子的一根羽毛都配不上 一个吃转饭的窝囊派罢了 阿里比得上钢琴王子啊 三十年来唯一的天王 李总 您似乎忘了你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我只是觉得李总这句话说的不对 你对不对 您这意思是 蒙面王另有其人 当然 是谁 自然是钢琴王子了 钢琴王子 有王子很火的那个吗 说实话 我觉得钢琴王子 这样的秦拓全都了 刚才李总这句话 就是一种不要说 神雪 这是秦拓的见面会 不是钢琴王子的见面会 请你不要提外人 李总 我想你心里应该也心知肚明 你们凤凰集团 强行捧起来的秦拓 实力远远不如钢琴王子 来人 他给我赶出去 李总 你这是什么意思 钢琴王子可是我的男人 你要是感动我 钢琴王子会不会放过你 你说钢琴王子是你的男人 神女小姐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能为你说的话负责吗 今天在这大庭广众之下 当着这么多摄影机的面 我怎么敢撒谎呢 而且今天钢琴王子会出现在 这场见面会上 这是我们凤凰娱乐位秦拓 准备的见面会 外人无关不得入内 你怎么是怕的 我怕什么 我这是按规矩办事 你怕钢琴王子不来啊 抢得秦拓的疯狂 让你苦心经营的这场见面会 成为了他的眼前 你更怕钢琴王子一来 他的财发实力 远远超过于秦拓 到时候啊 得上天王巨星的名头 李总 神学说的真的吗 钢琴王子在音乐上的造诣 真的比秦拓强那么多 才导致您对钢琴王子为之如虎吗 打铁还需自身影 与其怕这怕那的 不如乖乖认输 我和你呢也算有一点交情 只要你现在低头认错 为之前封杀我的事情道歉 并且解除我的封杀 我可以勉为其难的 让钢琴王子稍微打扎你回下 这样的话 你们凤凰集团也会说得太惨 你 李总我留给你考虑的时间可不多了 千万不要乘一时口舌之力 我 李总不必道歉 秦拓我看你是有信心 你是非让钢琴王子把你踩到你里吗 这一点你口中的钢琴王子恐怕做不到 做不到 凭什么 真不知道你是从哪来的自信 凭什么 就凭你口中的钢琴王子 就是我 就凭你口中的钢琴王子 就是我 什么 我们每天我和钢琴王子竟然是同一个人 蜡草今天大喜闻快拍照快录下 明天的头发一定要必须是这点消息 秦拓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我秦拓就是钢琴王子 你说你放屁你冒名鼎记 你什么样的能力我清清楚楚 你之前的那首光辉岁月 不过就是李倩找凤凰集团的专业人士代写的 然后冠名到了你的头上 以你的水平根本就不可能是钢琴王子 更不配提钢琴王子这四个字 秦拓我看你疯了 明明是两个人怎么可能是一个人 你是不是现在做梦都要想着跟我姐过去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是我告诉你 你的谎言太低级太低端了 我姐已经是钢琴王子的女 被雄狮呵护过的女人 怎么可能看得上你这条野狗口 秦拓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呀 玩笑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 这是对钢琴王子名誉的亵渎和污蔑 秦拓我要求你现在就跪下来道歉 向我的道歉 向钢琴王子道歉 向在场的所有人道歉 否则我会立刻起诉你 并且动用钢琴王子的能量 拳王封杀你 沈选你别太过分了 过分的是他 秦拓 看来不拿出证据来 你是不肯接受现实了是吗 哼 你有什么证据啊 他有个屁证据爹 他就是共动玄虚 你不要被他吓人了 对 绝对不可能是钢琴王子 如果你是的话 你就把证据拿出来了 如果你拿不出证据 我现在就起诉你 这架钢琴 是钢琴王子工业是用过的 这架钢琴怎么会在你这里 因为他本来就是我的 住手 这架钢琴 是钢琴王子的琴 秦拓 你这钢琴 是李倩给你花钱买来的吧 我告诉你 你空有其心 却无其技 就算你弹了钢琴王子的琴 你不过就是东施孝平 我劝你 还是赶紧滚下来的 不要在这里自取其辱 更不要 玷污了钢琴王子的琴 就是 这明明是我女婿的钢琴 你这个废物拿的台 算怎么回事 秦拓 你这个废物也配 谈我姐夫谈我的琴 陈雪 刚刚有说李总的害怕 但我看 真正害怕的人是你了 你胡说什么 我有什么可怕的 你怕被你气势如鼻履的 我有权有势 你怕你求而不得的 钢琴王子就是我本人 说八道 你这废物什么柄性 有什么水平 我早就摸得一清二楚 你要是真有 钢琴王子的水准 我又怎么可能 舍得抛弃你呢 你还是不要在这里 大放厥词了 赶紧给我滚下来吧 滚下来 舍先生 要不然你再考虑一下吧 这毕竟是钢琴王子谈过的琴 如果你再谈的话 有坏你的名声呀 这人愚昧无知罢了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用实力说话 怎么可能一样 今天新闻 蒙面天王 让钢琴王子 说人见何必 重为一样 华音乐他 不应该说是全球娱乐圈 都将因为晴天王的出现 而趁地改变 天不神秦拓 音乐万古炉长夜 不 不可能 沈雪 现在事实已经摆在眼前 你还不肯承认吗 我不是不肯承认 秦拓 他根本就不是钢琴王子 不是 可他刚才弹的那首曲子 分明跟钢琴王子那天 弹的一模一样 没错 这就是他最大的破绽 很显然 这个秦拓 就是看钢琴王子比他更红 所以他把钢琴王子的琴给满过来 又提前练习了钢琴王子的曲子 好在今天 瞒天过海 冒名鼎替 你这分明就是强词多理 不是我强词多理 而是我不小心揭露了真相 不信的话 你让大家评评理啊 讨厌沈雪说的 有点道理啊 快 浪主编把明天新闻表里改改 就改成天王的秦拓 倒重钢琴王子 沈雪 我真没看出来你心肠这么怠毒 当初封杀 你真是封杀队的 哈哈哈哈 你的封杀很快就没用了 钢琴王子可是我的男人 他的一举一动 都会有千万人关注你 而我在他的身边啊 也会被亿万聚光灯给闪耀着 等到那个时候 我不仅反过来封杀你 我还要封杀你们整个凤凰集团 不轻而易举 你 李总不必跟他争辩 看来你是知道自己理亏了 不 我的意思是 既然你说我提前练习了钢琴王子的曲子 那我现在重新弹一首 钢琴王子从未弹过的曲子 不就好了 不行 你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小心风大闪舌头 这首曲子好像比那天跟钢琴王子弹的那一首还要好 姐她这次弹的比上次公演的还好啊 女儿这可怎么办 你快想办法呀 一首好曲子而已 这肯定是她让李倩找人带写的 这又不能说明什么 沈雪我从来没有让人给琴珀写过曲子 你不要在这空口白牙污蔑别人了 我怎么污蔑了 既然一首不够 那就两首 两首你写得出来吗 那就二十首 五十首一百首 一百首 如果能弹出一百首新曲子 自然没什么问题啊 但是 晴天王你弹得出来吗 晴天王 你是不是已经预见了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 提前做好的准备呢 你误会了 这一百首曲子我并没有提前预备 而是 现场补写 你要现场补写一百首 晴天王你疯了 这个世界上有人能现场 做出一百首曲子吗 别人不行 不代表我钢琴王子不行 第十首了 已经第十首了 快 打电话了主编继续修改标题 新标题就叫做 晴天王一人分尸两军 一天不见 白首神曲 第五十首了 以后娱乐圈的枪 真的要变了 各位 一百首已经弹完 陈雪 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一人完成白首金曲 就算不是钢琴王子 也剩四钢琴王子啊 放屁 怎么可能不是呢 以琴错这么高的音乐造诣 除了钢琴王子以外 难道还有第二个人吗 有道理 看来真假钢琴王子之争 已经落下帷幕了 姐 快说话呀 好女婿 刚才我都是跟你开玩笑的 其实在你妈眼中 你永远是我最好的女婿 对对对 姐夫 我们看你这个见面会 有点太单调了 我们给你上点节目 你要是觉得节目不够的话 我再给你上点 我给你学个狗叫 姐夫 沈雪 看在我们曾经是夫妻一场的份上 我不为难你 现在你马上滚吧 你绝不相信你就是钢琴王子 你们 也别被他给骗了 沈雪 你还在嘴硬吗 他能一口气弹完一百首曲 确实很好 但谁又能证明 这些曲子 不是他提前准备好的呢 谁能一口气 谱写出一百首新曲子 反正 我就是不信 当然了 我也有证据 还有反爪啊 你还有什么证据 快拿出来啊 早在当时钢琴王子走红的时候 我就已经提前娶过大家 这样一份特殊的礼物 亲手送到他家 琴托 你不是说你是钢琴王子吗 那你就把那番礼物拿出来呀 竟然还有这种事 就是不知道 琴托能不能拿出这份礼物来 琴托如果拿不出这份礼物来 那他冒充钢琴王子的事 不是坐实了吗 对啊 还有这样的事情 沈雪 你还真是好手段 若没有这回事 我又岂敢自称自己是钢琴王子的女人呢 沈雪 我给你留点颜面 我希望你能及时行物见好就收 否则到时候丢脸的是你 堕入地狱的也是你 琴托 你不要在这里花言巧语了 你根本就不可能是钢琴王子 所以最后坠入地狱的也只能是你 妈的 你这个废友都到这个时候了还在装 姐 我建议你把钢琴王子的真人教 拆穿他的真面目 让他名声扫地 让整个凤凰娱乐都给他陪葬 既然你们这么坚持 那就别怪我 把你这最后一层的遮羞布给撕下来 喂 一分钟之内将沈雪送给我的礼物 送到见面会来 不要 穿得还挺像啊 只可惜 这只会加速你的死亡 沈雪啊沈雪 我劝你趁这一分钟时间还没到 趁早离开 否则一会儿在大庭广众之下 丢不下你 想吓走我姐 没门 我告诉你 我们可不是被吓的 琴托 我看该走的是你吧 等会儿 我的张女婿来了 你这个废物 只能找个地方钻进去了 琴托 你就放心吧 我今天有的是事情 别说是一分钟了 就算是一个小时 十个小时 我都等着 钢琴王子的贴身管家 怎么是他来了的 钢琴王子呢 怎么是你来了 当然是钢琴王子让我来的 那个 我姐夫他本身怎么没来呢 这里有人冒充他 他要是再不来的话 这名字都被他败了 谁是你姐夫 无言万语 长嘴 别打了 住手住手 我这个当妈呢 应该能说两句吧 一起打 她敢打我 姐她打我 住手 你也要乱说话吗 我乱说话 我乱说什么话了 我可是钢琴王子的女人 你要是今天敢跟我一个好吗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还 你 姐 她不是钢琴王子的人吗 怎么还打我们呀 就是呀 对我这个未来 丈母娘太没有礼貌了 以后你们俩结婚了 你可得好好收拾这个女婿呀 别以为她是什么钢琴王子 就我们就活里取闹了 我说的是 等你结完婚以后再好好收拾 结婚之前你可别乱来了 我知道了 到底是不是钢琴王子派来的 当然是 那你来这里做什么 与你无关 好吧 你等着 等钢琴王子来了 我一定要拿好好教训 我去去一个女管家 不分尊卑 竟然敢打女主人 找死 钢琴王子 您要的东西已经送来的 你说什么 你说秦拓 是钢琴王子 有什么问题吗 这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是钢琴王子 钢琴王子才华很硬 英俊潇洒 是少有的天才 还是轰动世界的艺术家 他秦拓 这是个吃软饭的废物 他怎么可能是钢琴王子呢 他绝对不可能是钢琴王子 你 是不是你私下跟秦拓勾奸搭配 暗自勾搭在一起 不 我要找钢琴王子 我要见他 我现在就要找钢琴王子 我要让他亲手把你这个 不是死活的女人给打死 真雪 你认清现实吧 不 这不是现实 一定是你们 你们联合起来变我 联合起来变这里的所有人 如果是这样 那这些 又该做何解释呢 这什么破玩意儿 有什么好解释的 这不就是酒店的房卡吗 遍地都是呀 这和今天有什么关系 和钢琴王子又有什么关系呀 这怎么会在你这里 我明明把他 敲给了钢琴王子啊 你说呢 原来 原来你真的是钢琴王子 原来 一直瞧不起的你 竟然如此才华横移 原来 我离天王巨星 只有一步之遥 我却 我却亲手将他推走 老天爷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老天爷没有可待你 是你太过贪心 过犹不羁 把他们赶出去 姐 姐 没事吧姐 姐 走 走 你不干吗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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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颜 我现在不想听你说别的 我只想听你说 我愿意 我愿意